那么世间善也就是凡夫善 是仁天善 凡夫所行的善法 这一对就是五戒十善 仁天 仁天的善法 那也称为颠倒善 也称为虚伪善 这些善也称为不实善 不真实 那也称为不实善 杂毒之善 杂有贪嗔 这个邪毒 也称为有相善 不是无相 它是一种执着 有相分别的 也称为有漏善 也称为是轮回之善 不离轮回 那么这到最后呢 就归结一个字是世间的善 你看这么多说起来 其实还是恶 对不对 这当然是从圣意来讲的 所以《网斯论诸》就有这两句话 凡夫人天诸善 人天果报 若银若果 皆是颠倒 那人天诸善 皆是颠倒 可以说是颠倒善 皆是虚伪 虚伪善 事故名不实功德 是不实 不实之善 那英国呢 还是这句话刚才说过 那《无量寿经》 也一句话说呢 横结五恶趣 这也是站在圣意的立场上 说这句名号 阿弥陀佛的愿力 横结就代表塌力 横着结断 一般我们讲三恶趣 五恶趣就是 人 就说地狱恶鬼出生 加上人天 这有五道 佛教里边 它有不同的分类法 有时候六道轮回 有时候说五道 那五道呢 阿弥陀佛的这一道呢 就是或者落入鬼神道 或者落在天道当中 就是这五道 那么这五道呢 又称为五恶趣 那也就是说 只要在三界轮回 这个都是恶的 没有善 只是在三界轮回当中 就说都是穷人 你比如说 在这里都一帮穷人 在穷人当中 有的人穷得连裤子没得穿 有的人还有半条裤衩穿着 他是在穷人里面相对 那个富裕一点的 因为都是恶人 但是矮子里面 要八个将军啊 那八一个 那个仁天 还是有一点点善 这么个意思 究竟来讲是没有善的 但是呢 那个 毕竟它还是一点差别 所以五恶趣当中 就说仁天 我们一般的来讲 站在仁天的这个立场 就是仁天是善道 三恶道 然后仁天是善道 那这里呢 无量数经 它的标准就比较高 它是以往生极乐来说的 所以仁天也属于恶道 恶趣 你就是再怎样修五戒时善 修禅定啊 升天啊 仍然属于恶趣 就好像说 我们在乡下里边 哎呀 这个我们乡下 这是由 我们村上的秀才 你村上的秀才 真是秀才了吗 因为大家都是文盲 他认识了吗 三五十个字 一两百个字 这是我们向上秀才 可是出去一考试呢 都不及格 打回去了 对不对 我们的地球村里面的善人 地球村的善人到这个法界一比 你就马上打回头了 这个恶人跑来参加善人 什么诸上善人聚会 地球选一个恶人就代表了 这是我们地球选的最好的善人了 最好善人就这样子 没办法 五诸个事 我们那里穷啊 那只能这样了 不行 选美比赛 这个不够格 选美嘛 你怎么选个美人来 选个愁的来 我们那里就长得就这样 但是回到地球来 它还是算是比较漂亮一点 你比如这个选美比赛 峨眉山的猴王 一选 他别选了 不知道挺好的吗 在猴里边 它就算最漂亮的了 但是你不能把它参加世界小节比赛啊 你去的 你这个世界小节怎么满面都是胡子 这么的 这种毛啊 可能到我们峨眉山去 我就是最好的 所以你说这个猴 你说它没有美丑 它就不服气了 我这是最美 美猴王 我就是 美猴王 就是来到 看上哪个范围 你这换到这个人道来 你还是净化 猴尾巴也没脱掉 脸上的毛也没脱掉 还是净化不够的 那么在人间最美的 到天上去 来这丑八怪了 你没净化好 天上最美的 一层天 二层天 一层胜过一层 这是从外表 那么说内在的 对心也是一样的 内心的善法 一层一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